大家好,我是傑夫 我們今天分享 短科到底怎麼用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話不多說,立馬開始 走 好,我們今天主要是介紹 短科力的部分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誰呢 成人國手 劉玉昕 我們歡迎大家 嗨,大家好 好 你選上幾次成人國手 我當選過八次成人國手 八次成人國手 但是跟短科力一點都沒關係 因為他兩面都是裡面 對 你印象中有誰是用短科力的嗎 我們的成人國手 像李一貞、潘麗君 然後青少年國手 像許一成、蔡奇珍、溫瑞玲 還有陳慈婷 都是使用短科力 好,那我們只好把 陳慈婷請進來 對 他們是他有陪我們分享 練習球的等級怎麼區分 對不對 那集收視很好 因為他把熱舞加在練習球裡面 成人國手、青少年國手 不開玩笑 他的正手使用的是短科力 嗯 我們今天大概會分享哪幾個部分 為什麼換短科 怎麼樣人適合短科 短科優勢在哪裡 然後大概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短科的使用方式 今天就由我們的劉玉欣國手 陪我們一起體驗 這顆粒的撞擊感啊 或者是打球的戰術 稍微的介紹給各位 一般大部分的人 都使用兩面平面 甚至初學也不會想到 要去買顆粒來用用看 對不對 顆粒他去撞擊的話 他比較沒有力道去把球拉轉 就用撞擊或者是防守的方式 去做來回 球的變化也會相對跟平面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一集立馬開始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馬上開始 好 我們首先分享一下 短科的優劣勢 短科的優勢在哪邊 比較快啊 節奏會比較快一點 打過去的球比較沉 然後平面的球會走 顆粒的球是往上走 比較多 蛤 一個是往後跳 一個是往上 OK 一個走一個不走 OK 所以很常有些人會會空 那個接發球旋轉 人家發轉了 切過去會沒有那麼轉 或是人家發不轉了 我可以加轉 因為顆粒不吃旋轉 哦 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我現在聽到 因為顆粒不吃旋轉 顆粒不吃旋轉 顆粒他會用他的顆粒去抵消旋轉 所以有時候 你發轉了過去 他會藉你的旋轉回來 顆粒其實他不太好摩擦 所以他在切球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轉 沒有像平面摩擦一樣那麼轉 在你國手選拔賽的時候 你正手用顆粒 你覺得人家最怕什麼 湖級的那一板 正手撞擊的那一塊 其實對方是會怕的對不對 你剛剛有跟我們聊到說 現在其實小學生 很多人用短顆是不是 對 現在目前國小的趨勢 尤其是女生方面 其實很多人都是用顆粒的 小朋友的力量不是那麼夠 所以其實他們只要把弱點打出來 因為對方他們對手也是小朋友嘛 所以對方其實基本上拉不踏實他們 小朋友對於旋轉方面 沒有像可能承認這麼的好 所以就很容易會造成很多無謂失誤 好 再來第二個題目是 一般什麼樣的人會用短顆 我自己是不會拉球 就我摩擦感覺很差 我目前問到的都是正手不太會拉球 正手如果拉球不好的人 比較容易被教練建議換短顆 拉球這件事情就是我要咬球咬得夠準確 他可能肢體上面反應與協調 或者是整體的節奏 比一般其他的隊友來的相對弱的人 就會很容易被教練建議使用短顆粒 直接用正手撞擊的部分對不對 反手也是嗎 對啊反手也是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呢 我們的國燒 哈哈哈哈 我覺得腳步不好的人 我覺得也蠻適合打顆粒 因為顆粒它會降低球的速度 所以它會比較來得及 起步比較晚的 我覺得也蠻適合打顆粒 在控制上面比較好控制 因為它不吃旋轉嘛 不會像裡面的咻就飛走了 當後座力很強的球來的時候 如果我是平面的話 我可能要推個一步推個半步 為了去降低來的速度的後座力 當悟過我要移動 甚至我在拉球的時候 我需要很多的腳的力量 跟身體的力量去帶 相對打短顆的人 動作會比較小 對會比較小 可以用旋轉跟力量去抗衡 就是我力量沒有那麼大 但我旋轉很強的話 人家就也是有威脅 我甚至我只要用手臂的力量 去帶那顆球 但它當然不會有這麼大的旋轉 但是它速度會來得比平面來得快 是不是這樣說不少 哈哈哈哈 有點噴 哈哈哈哈 我覺得變化也比較多啊 可莉啊 我剛剛講變化太衝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貼一個鐵片 變化比較多啊 顆粒的變化會比較多 而且也比較好解球嗎 比較好解球嗎 不會 會不會顆粒自己打過去 也不知道回球是什麼選擇 要不吃旋轉啊 據我所知 下旋 很轉的下旋來的時候 我可以很輕易的接回去 很側的側旋來 我也可以很輕易的把它接回去 比平面來得容易 因為它比較不吃旋轉 對 好 下一個問題是說 平面基本上怎麼去判斷 要不要更換 看它的摩擦力還夠不夠 甚至它上面有一點點 起泡 起泡是壞掉的 對 拉球太大力 震到 哈哈哈 那顆粒怎麼判斷 它會斷 短顆也會斷 我蠻常打斷 有時候弧線給比較多 我就要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摩擦摩擦 因為顆粒是軟的啦 等於是球撞擊到顆粒上的時候 它會有點擠壓扭曲 就有可能造成斷裂 對對對 比賽也有規定 斷幾顆就不能上場 對不對 我上次是被抓三顆 所以只要斷三顆顆粒 就不能上場 有關重要的注意 一般休閒娛樂的話 短顆的壽命會比平面來得長嗎 會吧 我覺得會 放越久越好打 甜甜老酒的意思 對 對對對 你可能比賽前一個月換 你只要讓它不要斷 維持就是這樣 沒有違規 它很好打 還有一個小窗門 日本教練偷偷跟我說的 顆粒有分 直排跟橫排的 那你這個屬於橫排還是直排 我這是橫排 它的排列組合是橫的 橫排的呢 適合正手 然後如果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適合放在反手 那我們現在分享 正手短顆的打法給各位 好 首先正手怎麼樣 它最高點在這裡 它不能在這邊打 上身後期的時候就要打了 所以短顆的壽線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沒辦法像平面後面過度一下 摩擦還可以輪轉 所以一定得上身期間就得出拍 對 我們正手姿勢在揮拍的時候 跟平面來有什麼不太一樣 我覺得平面的話 應該你要摩擦嘛 所以你開面一定是比較壓一點點 是 但是我感覺顆粒好像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它那邊比較亮 它那邊就是這樣 它就這樣 撞出去了 所以大部分都打在球的屁股正後方 對 揮拍的時候都會是這樣子出去 而不是從斜下到斜上 短顆也需要補線啊 它也是需要補線 才會過 不然直接這樣就下完 還是要稍微帶一下 往上往前 所以你們在打平球跟打下旋球的話 姿勢會不一樣嗎 不一樣 平球就是最高點前面一點殺掉 下旋的話 是在高點殺 沒顆哦 下旋一定要在高點殺 殺球的時間點不一樣 但是動作一模一樣 動作一樣 但是發力方向比較不一樣 上旋 我要先往前 再往上 給它一點弧線 下旋的話 我在高點 我要先往上再往前 你一定要有一個往上的動作是因為 你要收它小球 如果直接推到它的話 你球會很不穩 你很容易這樣推就下完 那如果高點掉下一點的話 那就是要用拉的 像我自己會用衝的 什麼叫用衝的 衝球就是 噢 噢 噢 沒關係 這個畫面一定會放 我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直接請他示範一次這兩種球 然後我們請 律星幫我們跟他對打 現在開始 正手上旋平級球 像剛剛那樣子的上旋平級球 主要它是球點會比較早 它的食指會特別發力 現在下一個是要下旋正手 攻擊 現在心姨姐會發轉的 然後我擺過去 一邊不轉 現在是他發不轉的 然後我自己加旋轉 然後我自己加旋轉 然後課地還有一個優勢 長的下選球過來 尤其是對削球的時候 削球削長的過來 我可以把他擺斷 好 我們今天相當感謝我們的陳思廷國手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的劉玉欣國手 劉玉欣國手現在在 新北市永和區往西國小的 專人教練 專人教練 詞亭跟我們的劉玉欣國手的IG 這邊都在底下 可以發擾一下他們 詞亭也有自己的頻道嘛 裡面有一些跳舞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希望這集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集見 掰掰 看來 3 看來 比那個 他媽媽 是 你去跟你說 並不 All 有 有 一起 RP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